登山 那我們在登山的時候 美女都會是怎麼穿呢 我們在開始爬山的時候 我自己的話我都會洋蔥式的穿法 最內層的話就會像是排汗衣 然後其實排汗效果比較好的 穿在最內層 然後第二層就是我們的中層 中層像是一些刷毛 或是power stretch 材質的當中層 最外層的話就是有 防風防水效果的 gotex的外套 還有雨褲這樣子 那頭巾的話我自己會準備兩條 一條可以在頭上 一條可以在脖子這邊 那中層的話為什麼要選這種 化線類的而不挑羽絨的呢 這種的話它吸濕排汗的效果比較好 然後另外它比較輕 彈性很好 活動起來也很方便 不會覺得悶悶的 像羽絨的話可能會越穿 會比較越來越熱 這個會比較舒服一些 還蠻推薦的 那如果你是非常怕冷的的話呢 那還是建議攜帶羽絨 那像是你很怕熱的話呢 我們還蠻推薦用這種彈性的power stretch 會取的材質來穿著 會比較透氣 那你在走的時候 那你在走的時候 相對的它也可以幫你留住體溫 而不會覺得很照亮